一龙 咱们回去吧 你送我的别墅 我不想让别人去住 好 我说了 什么事我都支持你 那 我们就回村 嗯 胖哥 这么大个别墅 以后可都是你的了 臭渔夫再厉害又能怎么样 别墅不还是成我的了吗 哎 他们从这走了之后 去哪了 我看他们开车去市区了 估计啊 现在就是大街呢 即使他轮为街头乞丐 也不能解我心痛之恨 通知下去 找着他 赶走我的 我要他跪来来求我 求饶 好 这话应该是我们说吧 张等 你竟敢背后下黑手 挑不离间 真是无耻至极 臭渔夫 陈静雪 他不是被赶出村了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哎 郑哥 我是心眼看能被赶出去了 我没说谎啊 没错 我们之前是被赶出去了 但是不好意思 现在 我们又被村民们热情相邀回来了 房子是我们的 麻烦你们 出去吧 过一遍 房子是你的 房子是我的 你们回来又能怎么样 村里现在都是我的人 就算你们回来了 也没有实力跟我们抗衡 强占别人的家还这么硬气 看来只废了你双腿还不够啊 你别乱来啊 臭渔夫 双腿之仇不共戴天 上回让你侥幸逃跑了 这次我看你跑哪去 来人 救你 给我废了他 老婆 你先走 他们交给我 霓龙 你能行吗 他们奈何不了我 你先走 在这里不安全 好 那你都在小心 程雪 你给我站住 还是你给我拉起他 快去 你们的对手是我 还有我 怎么又是你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快来人保护我呀 赵哥 你还不太厉害了 你全打不过我呀 你这个废物 我养你吃干饭哪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义军 这里交给你了 是师尊 不过师尊 这俩狗贼多次以下犯上 对您不敬 干脆让我一次性解决得了 等等 你要干什么 我是张氏集团的少爷 你要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 我记得 你之前腿被吠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怎么没见张氏集团派人来啊 师尊 您有所不知 张家张氏集团 得罪寒假后 遭遇危机损失惨重 自己都顾不过来吧 哪有着时间管这小事的 什么 张氏集团受寒假打击 损失惨重 不可能 哦 你不知道啊 也是 你一直在医院养伤 没看新闻 如今好了 直接跑来渔村霸凌 哪里知道自家后院着火了 他说的 是真的吗 张哥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昨天 上市集团的市值 一家蒸八六多个亿 为了让你好好养伤 你大哥跟我说 让我瞒着你 赵哥 你这个废物 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让通知我一下 快抢我回去 现在想走 不觉得晚了吗 你们想干什么 张氏集团 即便遇到点小危机 啊 碾死你们 也像碾死蚂蚁一样 赶紧给我让开 给你们个面 放你走 想得到挺美 敢强占我老婆的别墅 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好好好 别墅还给你 我们可以走了吗 放你走自然可以 除非你答应 让桃花渔村的村民回家 并且不再赶他们走 不是臭渔夫啊 你想瞎了心了吧 现在整个桃花渔村 我张哥呢 凭什么给村民住啊 不可能 我只能让你们一家人回来 其他人想都不要想了 既然不同意 义军 废了他另一条腿 是 来 哈哈哈哈 行行行行 我答应了答应了行了吧 答应了可以走了吧 等等 义军 让他先把那些保镖撤了 让那些村民们回来以后 再放他走 好 我听老婆的 张德啊 听见了吧 去去 把人先撤走 义军 你真是太厉害了 老婆 这次我们真的回家了 义军 义军 我替大家 在这里给你们道谢 谢谢你们 让我们再次回到村里 村长 你不必这样的 我们这么做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都说了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 有什么好谢的 装什么装 就是就是 老婆 咱赶紧回家收拾屋子吧 走了走了 走 义军 他们就是嘴坏 他们心里啊 也特别感激你们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来 我知道了 副村长 没事 你们先回去吧 好 哥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把我资金都调走了呀 干什么呀 咱们张氏 被韩氏打压 整个公司资金链都快断了 急需资金 你也是张家人 你就不能跟我分担分担吗 不是 我那资金我都有用呢 我用来建造这个桃花鱼村呢 你现在你把钱弄走了 不是再有 跟韩氏又怎么了 你问我 我问谁 我也想知道 现在公司急需资金周软 你等过了一段 我双倍还给你 你说的啊 不准反悔啊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我还能骗你这怎么着 到时候不光这个钱 连伤你的人 咱们一起算账 那个神畜鬼没臭娘们 给我查到没有 张哥 我动用了全部的关系 查不到这和蛛丝马进 你什么 什么啊 你废物啊 一个女人都查不到 就给我动用张家一切关系 给我查她 另外的话 他们伤我那么多次 解决不了她 桃花鱼村的项目 干还是不干啊 还往往前发展吗 不是你别开玩笑了张哥 张家都办不了事 你就凭我这几个臭鱼烂鸭 不过张哥 我们哥几个合计了一下 这姐们过去的道具 并且非常有背景 有背景的人 就甘愿在臭鱼妇身边 臭鱼妇一无所有啊 老娘 我不管她什么人 她敢伤我 我就把她算在臭鱼妇一家身上 我不信我知不了 张哥 你有什么高招啊 虽然现在奈何不了臭鱼妇一家 也赶走不了村民 他们可以用其他办法呀 公知村民 但凡在我地上盖房子 然后呢 每家赔偿五十万赔偿金 好吧 臭鱼妇 我要他一百万 我说张哥 要是那帮刁民不给呢 这海都是我们张家的 他们不是不走吗 那我们就让他活不下去啊 我们 不让他出海打鱼 另外 我们不要收臭鱼妇他们家钱了 还要把这个免收臭鱼妇家的一百万消息散出去 让村民们知道 到时候这个臭鱼妇到千夫所指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他彻底赶出去的好时候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我张哥 这事交给我 棒了 去吧 师尊 你总算愿意见徒儿了 徒儿想死你了 师尊 我也好想你啊 嗯 你们两个 一个是雷厉风行的总裁 一个是文明医学界的神医 怎么还这么黏着师父啊 大师姐 你还好意思说 你天天都跟在师尊身边 我们可是好久都不见师尊 没错大师姐 你是宝汉不知恶汉鸡啊 好了好了 大家好不容易见一次 别斗嘴了 你也过来坐 师尊 我们师母来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看到师母啊 二师姐都没见过师母呢 你们的师母啊 只想过平凡的生活 你们这些人啊 身份都不一般 可不要去打扰他啊 好久不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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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